民眾手拿小黃卡從走廊排到樓梯 怎麼看也看不到鏡頭 超過300公尺人榮 還有人自備小板凳 都是為了強打第三劑疫苗 不到5點半就來排排站 因為基隆體育場從12號開始到16號 開設疫苗注射站 不需要預約登記就能夠誰到誰打 但就有長輩抱怨沒有造冊 只能冷風中苦等打疫苗 我們也緊急開闢相關的一個動線 來增加這個施打的這個數率 我們從下個禮拜一開始 我們就會幫長輩造冊來施打 所以我想可能明天之後 長輩陸陸續續接到通知單 他就不必到這個集中施打蛋 基隆針對68歲以上長輩施打第三劑 總共新增7區8個施打點 包括中山 暖暖 仁愛 中正 信義 安樂 以及七土區 而隨到隨打的不只有基隆 桃園市也廣設37處 因為我們桃園現在疫情很嚴重 就趕快來打一打 增加疫苗施打量能 而台北市長也準備新增7個中型接種站 禮拜五早上9點 我們會把1月17號到23號 的那個注射量能 再重新開啟一遍 七處接種站分別在信義大同萬華文山 士林北投以及內湖區 不過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怕人潮會難管控 這個禮拜五早上9點 必須得在台北市疫苗預約平台上登記後才能施打 預計加開後 下週每天能夠增加5000劑的量能 另外看到台東 疫苗接種站也全都是人 到月底前施打第一劑或第二劑 指揮中心都有發200元禮券 沒有限量 這幾天疫情升溫 有不少衝著李券兒施打 衛生局表示即使送完會再補發 全台強打疫苗 就希望能夠降低疫情再擴大的機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